直线楼梯相对单纯一些,可以创建一个简单的楼梯。 在面板中,点击按钮激活状态,进入底下参数卷展栏里面的生成几何体这一组,将支撑梁取消勾选。 场景中我们按住鼠标左键拖曳即可决定直线楼梯的长度,松开鼠标之后控制一下直线楼梯的一个宽度。 宽度决定之后,点击我们往上拖曳来决定直线楼梯的高度,高度决定完成,最后按下鼠标左键,结束了直线楼梯的创建动作。 直线楼梯的类型也有开放、封闭以及落地这三种。 当然,封闭与落地式这两种就没有办法勾选支撑梁。 我们切换成开放式,勾选支撑梁的话,我们在底下的支撑梁卷展栏当中,就可以调整直线楼梯支撑梁的一个深度, 包含它的宽度,以及点击支撑梁间距的按钮打开对话框,在里面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支撑梁的一个形态。 支撑梁也可以通过勾选,决定是否从地面开始计算高度。 当然,如果我们勾选了测旋,这时候就可以进入底下的测旋卷展栏当中,控制测旋的深度、宽度以及偏移数值,并且测旋也可以勾选是否从地面开始计算。 假设我们勾选了测旋的左右,现在就可以进入底下的栏杆卷展栏,控制一下测旋的整体高度,包含它的偏移数值,以及分段数,还有缩小一下它的半径,来吻合场景当中测旋的一个状态。 勾选扶手路径,在场景当中为线框显示的时候,也可以将两条左右扶手的路径给显示出来。 布局这一组里面,我们可以控制直线楼梯的整体长度,包含它的宽度。 在梯级组中,我们可以透过三种不同梳轴的图钉切换,来控制楼梯、竖板高度、总高度、或者是竖板的数量,来调整各种类型的一个直线楼梯。 最后台阶这一组里面,我们也可以设置楼板的一个厚度,包含勾选它的深度,来做进一步的细节调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